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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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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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书法师 又欠债了 好 今天我要很慎重的宣布 我要请求在场的所有的媒体新闻界的朋友们 我已经是第三次的下里面宣布 庚子年去年的烂人烂事 老早在去年五月份已经全面的将 为了信众所开支票担保的巨额的高利贷的债款 已经完全由直播间的神豪 甚至于台湾的北州南各土豪 他们帮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今后还请各位媒体在下笔的时候 不要再写了欠债的横述法师 如果一个人还背负着债务 哪里有这么身心自在的在站出来呢 所以今天我的法律顾问也在哦 不管是我们台湾的媒体或者是海外的媒体 或者是私人的媒体 请不要再下标题说横述法师欠债为标题 如果要再写的话 我的法律顾问中海勋律师 那可就不饶人了 今天为什么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新闻 我要在这边 尤其还请到我的佛门的师兄弟 来观光相挺 因为他们多年来都知道 我是一个演艺界来出家的比丘尼 我要放的比别人都更多 为什么我得到的都是多年来宗教人士 以及社会人士对我的毁欲参半呢 都说这一介妖尼来扰乱红尘 在修行的过程中 心酸苦辣 背负着 背负着莫名的惭愧 背负着痛苦 继续的在佛门里修持 所以今天 对我来说 我在家修持了 六年 出家的戒纳 从受戒到今天 也已经三十二年了 总计 三十八年的修行过程中 我今天 要慎重地 来告诉你们 这个佛门的大事因缘 并非重大的消息 但是对佛门来说 可能是丢下一个震撼弹 那就是我尊重传统 但是我今天要脱离传统 今天在新丑年 杨历二月二十二日 正月十一日 也是小泥 母难的受难日 我今天的生日 我要在此宣布 我要成立 自在禅宗 我创教主 横述法师 我从今后 要带领 喜欢自在修行的人 你们不用依据古佛 寄功师父的自在 现在就有一个欢喜自在的佛 欢喜自在的未来佛 横述法师 我就可以带给你们 自在的修行理念 所以 这对一个修道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 佛门的大事因缘 也许 每一行每一届 在今天晚上 我更完整的 铺上了FB 在FB上 近期将会详细的 把我的修行的自在理念 一一的向你们诉说 好 首先呢 我要视线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象征着 台湾有2400万的人口当中 我们暂时分成四个区块 佛占了四分之一 道占了四分之一 外来教占了四分之一 另外就是我的自在禅宗 好 为什么说大家之前 喜欢自在的人都根据古佛 那位四国阿罗汉下来的 寄宫师傅 他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 自由自在 然后造成 到现今 古今都依照他的一个自在的法 尤其是在吃东西方面 受到很大的一个解放 但是 今天我横述法师 要来向你们详细书说 这个万字是代表了佛字 我在美国万佛圣城出家 一直在宣化上人的座下 在严谨的戒律道上上 在万佛圣城 法界大学修持多年 我是一个非常严守戒律的人 戒在我心中 念而无念 戒而不戒 并非外界对我毁欲参半的评论 所以今天我要跳出来对大家说 什么叫警察 警察是受过在警察大学 受过严苛的训练 才能够做成警察 那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身边这位是刑事警察 退休下来的 这一位心传法师 是当初刑警大队台北市的教头武师 但是他万元放下 也来修持 警察 在警察局里面是保护着人的平安 保护着邻里的安全 但是 刑事警察局是卧底在各种 赌场 酒狼 妓女 毒销 贩毒 刑事警察是卧底 但是是随缘自在的 刑事警察穿了拖鞋 吃了冰榔 嘴巴臭干 但是他扮演的角色是保护着国家社会的安全 各位法师 我是受过美国万佛圣成严谨的戒律的 宗教所修持出来的比丘尼 所有的戒律都在我心里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 我是卧底在红尘的修行人 因为宗教界让人望而生畏 尤其是佛教 佛教不接受道教的自在 中国的高僧传里面 因为祭公师父吃酒喝肉 所以祭公师父他不能进入高僧传 所以佛教的殿堂里面不准拜祭公师父 但是我们台湾的道教 可以拜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所以道教可以容纳佛教 佛教不能容纳道教 就为了这一点 吃饭配菜 买随缘自在 所以当我卧底在红尘的时候 我就是感觉到我们目前台湾的佛教 这个戒律各种 也不是说台湾的佛教 我们中国的佛教 吃素是由梁武帝 他所传下来的 其实根本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 释迦摩尼佛 拿着剥到处脱剥的时候 难道他有说 你怎么供养我咖喱牛肉呢 倒掉 你是不是能换一个青菜萝卜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佛制定的规矩里面 没有制定必须要吃素 光这个吃东西 祭公师父也被骂了五千多年 他不能进这个高僧传 我横书法师也是一样 我因为母亲爱女生切 她舍不得我青菜萝卜 所以我为了应顺人心 为了建议我的母亲修行 所以呢 我就打开了这个吃饭配菜 必须要吃素的 这样一个戒律 但是呢 我在平常 在各佛教台所讲的经典 种种几乎 纯佛教人把我全部推翻 其实 假如以台湾两千四百万人来说呢 佛占了六百万 道教占了六百万 另外外来教也占了六百万 那可以说 因为佛法太过于 梵文乳节 戒律 教条 一入了门 非要把自己先搞成牛马的体质 先吃素 才叫修行 另外 更别谈 不准抽烟 不准喝酒 夫妻不准行房 男女之间 只要受了菩萨戒 受了五戒 那些矫枉过正的法师 可以说在戒条方面 让所有的人 想亲近佛法的人 都望而生畏 大家宁可信外来教 信基督 信阿拉 信天主教 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天上飞的 地下走的 水里游的 都是我耶稣赐给你们的 所以 我跟费玉清 最矛盾充足的地方就是 你为什么要信 这么不自在的教呢 又吃素 又要跪 又要拜的 所以 这个自在禅宗所经 到底是哪些人呢 是对宗教传统 凡文辱节 教规戒律 恐吓压抑 束缚的 这些是哪些人呢 包括 无神论者 怀疑论者 不信因果论者 医学科学研究者 为什么医学科学的人 他不会信宗教 因为医学科学是以数字为根据 有时候我会访问医生 跟一些科学研究人士 您能够感觉到风吗 您能感觉到 微风 强风 狂风 暴雨 能不能把这个风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您说有电 这个电能不能拿出来 事实上插头一插 电灯就亮了 这个电 只有在荒郊野外打雷的时候 你能看到 是吗 所以 不信宗教束缚者 我有钱 我就是神 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你们没有钱 才会穷算命赴买居 到处求神拜佛 所以有钱的人 他不会信这个束缚太多的 一些教派 因为我有钱 我就是神 所以说呢 再加上 佛门里面 医入了佛门 非点吃素 这种种种的戒律 导致了什么呢 家庭失和 产生了思想上的对立跟对待 之后就会矛盾冲突 我曾经 因为我的母亲 交代工人 给我做了一份非常好吃的 炒橄榄菜 就因为他放了一点蒜头 我大发脾气 我认为我母亲是个魔鬼 破坏我的戒律 第二次 他再也不敢放蒜头了 可是呢 炒得特别好吃 我家管家告诉我说 大小姐 你不要说 你妈妈叫我里面放猪油 哎呀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整排的青菜 往墙壁上砸 然后我母亲蹲在地下哭 我说 我的女儿怎么了 我的女儿有病啊 所以我看见我母亲剪青菜掉在地下 我毫无一点点慈悲的心 我觉得她是个魔鬼 她破坏了我的戒律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刚刚出家这十年当中 那我们的戒律 比这个一般台湾的戒律更严谨 我的山头在美国是日中一时 夜不倒单的山头 我横竖法师怎么会还俗呢 我横竖法师怎么会修到一半 就 退出了教界呢 然后跑到演艺世界去插科打婚 那是因为我何须舍尽而求远呢 我用正法来传给所有的教界 教界说我在作秀 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作作秀啊 出家三十几年 是吗 好 那么今天呢 我要在这里 要让一些不敢进修行境界的朋友们 今天横竖法师 创的自在禅宗里面 很简单 因为佛法是在这个世间所成就的 你们可以随缘的自在的进到我的自在禅宗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不需要瓦解事业 佛道是不能就近的 如果你根本就不可能放下庞大的生活的重担跟压力 甚至于家庭人人的纠葛 那你们如何在红尘里面能修呢 其实 今天我除了在2021年的2月22号小宁 10日的这一天 我慎重地宣布我将脱离传统 但是我尊重传统 我要带你们修持新的修持理念 唐三藏可以到西方去取经 我们在红尘里面就可以修法 首先 我们必须要欢喜承受我们现在周遭的一切 我们不必舍尽而求远的修行 所以自在禅宗 我所推行的是自在的生活法 我们的生活工作要照常 我们的外缘要修得人际和合 我们的饮食就随缘自在 我们的身体要把它健康顾好 我们的财源要取之有道 这在我们的心界里面 当然我们的口袋不能发干 我们要着重孝替家庭的圆容 更要注意夫妻之道要如常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种种的十一柱形的圆满之后 我们闲暇的时候参阅一些经典 择时地迪近我们的心灵 我们要认识了解自己 内心还要如辱不动 自在生活禅 其实就是让你们 实时心存善念 不停地乐善好施 这就是在红尘修行的 好 刚才我讲的 如果 这个四分之一里面 对传统宗教反文辱节 戒律 戒条规矩 无神论 怀疑论 不信因果论 种种反对宗教束缚的人 如果他们想要修行 怎么办呢 有人问我 那法师 我不喜欢任何的宗教来束缚我 我不要你们什么佛祖 阿拉基督 我可不可以修行 当然可以 有的人 他的心灵 不愿意归属任何的宗教 他不愿意受到任何的束缚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无形界的师尊 告诉我 这么简单的修行方式 人类却搞了这么痛苦 台语叫 这就是修行 多人赞叹你 少人嫌弃你 你这就是修行成功了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 各个地方 不管你在家庭里面 所扮演的任何的角色 公司行号里面 扮演的任何的角色 你能得到每个人给你的 赞叹 而不是嫌弃你 你就成功了 所以记得 这么简单的修行方式 就可以了 好亲爱的朋友 并不是一定要 佛教归佛教修 道法归道法修 基督归基督教 在我的法门里面 人人都可以进到 我的自在禅中来修持 我所要修行的宗旨是 万教为善 随缘自在 如果今天在马路上 看到一个人被车撞倒了 然后你赶快去扶他 起来的时候 这个人手上挂了念珠 那基督教人就说 你活该你挂念珠 你这个魔鬼的弟子 我才不救你呢 有这么一说吗 同样的 任何的教派 看到任何的极难救助 包括地震 包括这个世界上的灾难 哪里有分什么教派 大家都心善的去救人 是吗 所以万教是为善的 不一定要献说 一定要佛法的人 才能进到我的自在禅中 好 那么 有的人会说 那我不信神 不信佛 不信阿拉 不信道 我也去不了 去不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我也到不了 耶稣的圣经 也到不了 这个 摇池的圣殿 那我是不是 我会下地狱吗 其实不会的 各位朋友们 这就像你在考试一样 当你在联考 大专考试 当你的分数 达到了 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爱念哪个学校 就念哪个学校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只要我们心存善念 不停的乐善好施 你能够做到 追人 欧罗 揪人 闲的这种境界里面 那我们去哪呢 我们到了 能不能去得了天堂 没靠山啊 没佛祖啊 没阿拉 没基督啊 放心 宇宙各法门的主宰 各境界的主宰 交由他们来处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是不是不信宗教 不信佛 不信基督 你就去不了好地方 答案是 你是不是能做到 追人 欧罗 救人 行 好 那么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们会问我说 我要如何的来传这个 四在禅的大法呢 目前 小泥的金色 在新店的山上 非常小 也不过就三四十平 暂时也不宜公开 在此 我要忽悦 当然 要传一个圣道 要有 除了无财 不养道之外 当然 要时间的成就 地方的成就 人成就 法成就 我会 我当然会需要一个 道场 还希望 电视机旁 全世界的弟子们 如果有姻缘 你们也可以提供我一个道场 然后让我们有地方 能够把这个自在禅宗 很自然的弘扬出去 好 我想啦 今天呢 就 对于这个 今天 说明的蛮清楚了吧 还是说媒体记者 对这个自在禅宗 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吗 有吗 有 这边 不好意思 我是中市的记者 想请这样 向老师 就是说 这一回您在这个自在禅宗当中 有提到说 就是不需要 只要在红尘仪 就可以修行嘛 那我们想问一下说 那法师这边是 未来会 再当这个艺人的部分吗 还是说这个 并不有任何的影响 其实我那时候呢 和你们媒体 开了个玩笑说 小歌风麦 我横竖开麦 无论任何的 广告 电视 主持节目 全部都照单全收 那其实是开一个玩笑 但是 我也不排斥 因为 我们有媒体 就有办法 有媒体 才能掌握一切 这个21世纪的人 没有媒体 没有 没有电子包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我们说是不可能做任何大事的 所以 中国十方小姐 是吗 中式 中式的小姐 不排斥 OK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法师吗 没有媒体 没有 没有媒体 没有 媒体 我想请问一下法师 这个过年有没有跟弟弟们团聚啊 这个你现在就要讲吗 还是要先把佛门的事情先讲完 还没有问题吗 你们是在禅中 还没有问题要问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 那你要分享过年 过年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刚过完农历年 你的过得也蛮特别的 来讲吧 如果我很不幸当了一代宗师 你想想看 我在倡导五轮 五常八德的一个修道者 能够不圆满所谓的 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吗 我的兄弟 这个都不能圆满 我怎么能站得出来 来和所有的世间人告诉你们 我们怎么样的来修持 我们人世间的恩赖情仇 这些人轮上的纠葛呢 当然我们私下早就和解了 今年过年的经过是怎样的 今年过年 其实飞哥是一个非常有大气 大心胸的长子 他早在端午节的时候 那么就邀请我回去过端午节 他甚至于派了侄子又邀请我 回去做中秋节 这一次呢 又请了我们飞哥的秘书 慧姐 还有我的家里的管家 包括我的律师 包括我的网路经纪人 包括我的佛门经纪人 大家都希望 甚至于社会大众 都希望我们家能够团圆 所以呢 我在年二十八九的时候 就接到飞哥身边的慧姐打电话 他小以大意的跟我说 飞哥 姐姐 飞哥邀请你回家过年 我呢 有那么一点矜持 那我的两意怎么办呢 那失意跟回意呢 后来呢 经过众人的调解之后呢 那我想想 我要出来 提倡这个自在禅宗 如果我还真觉得 那个失意跟回意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宗派访 我们怎么走呢 好 加上我们飞哥 顺情的邀请之下 我在年三十 我终于回家了 团圆饭对不对 怎么吃法 讲一下 我是一个双鱼座的人 我比较浪漫一点 所以我进门 大家都很尴尬 当然 他给我的大红包 是少不了的 我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我还亲他一下 这个说 别说了 别说了 快吃饭 我眼睛这么一斜 要看那小哥了 小哥看了我 大家都 大家都有点意外 好像我们隔了数百年 没有见面了 那个省长跟牙刷都见面了 这省长也见面了 这个中国最好的牙刷 也当然见面了 我们抱在一起 我跟小哥说 亲爱的小哥 请你原谅我 庚子年 去年遇到了烂人烂事 所以我 我还没讲吗 不要讲了 姐姐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我听得好高兴 我 嗯 赶快亲吻了弟弟 都不用说了嘛 一个大拥抱 一个亲吻 一切尽在不言中 所以这个年呢 又是跟往常一样 初一到初五 整天就跟他们 黏在一起 小哥就放了很多的 流浪动物的救援的 这个影片 在YouTube找出来的 他是个非常慈悲的人 不过他呢 稍微瘦了一点 那我呢 变胖了一点 小哥身体怎么样了 非常好 小哥 真的是不错 身体很好 我回去的时候 他正好在跟莫文贵 在拜年 我相信呢 演艺界有很多人 都很喜欢他 我觉得这一次呢 那挫合我们 大力挫合我们的 也就是飞哥身边的 这个慧姐 还有我周遭的 佛教经纪人 我的网路经纪人James 佛教经纪人Johnson 还有我的律师 钟凯勋 我们因为经常在一起 切磋 研究未来的走向方向 他们都一再的提醒我 师父 你要回家过年 那小哥有后悔那个 封麦吗 我觉得方便说吗 他有说 因为他有那个ABC的西小姐 我可以说 他后悔 他应该说早十年就应该退休了 他后悔是说太晚退休了 对 我也后悔我太晚出家了 有人说 师父啊 你三十八岁出家 你还嫌晚呢 我说我应该在 三十三岁那年 我就出家 我就犹豫了六年 我舍不得我这个 舍不得变成光头 我舍不得我的身材 变成肥胖 结果穿了袈裟以后呢 果然 东方的维纳斯变成了澳洲袋鼠 我很后悔 我很晚出家 小哥后悔 他应该早一点退休 早退休十年 他就有很多的时间 和我的父母亲在一起 那你们三个有可能合作吗 你不是邀请飞哥跟你开节目吗 小哥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他这个人 他才退休才不到一年 是吗 应该是这方面 他都说他很后悔 太晚退休 应该多留点时间给父母亲 我觉得飞哥 飞哥他没有宣布 他要脱离演艺界 如果飞哥要跟我主持节目呢 这与我的自在禅宗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抵触吧 因为已经都自在了嘛 是不是 只要 当然我要慎重地宣布 虽然是自在禅宗的自在法门 我们还是要秉着 国家社会的法律来自在 不能说没有规范 这个无法的自在是不可以的 是吗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法师吗 媒体朋友 没有了是吧 好 那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大的惊喜 是今天是农历的真月十一 是我们横竖法师的十七岁生日 真的是生日 我们有给他一个surprise 其实就是71岁 我们说十七岁 我们的surprise 来生日快乐歌 我给你讲 这个蛋糕是用猪油做的 明圣之中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明圣 修正 那个你们两位 十七岁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所以法师选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祝你生日快乐 你过来帮忙 怎么那么多像女人那么害羞啊 所以今年法师过年就是全加纳团圆 然后他宣布创立宗派 今天又过大生日 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 谢谢大家今天来 明圣 那个 女子过来 想不到在 碰到这么大的劫难 还有这么盛大的生日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 在 在我 最痛苦的时候 是 有一位不具名的 神豪 他帮了我一个巨额 让我解除了 在我的痛苦 在这边我也要感谢 我们台湾有 几位 大公司行好的 董娘董事长们帮我 我不知道我移不移 在这边公开他们 其中 最对我支持的是台中中心制造厂的郭远锦董事长 另外 乔登美宇的董娘 韩美丽小姐 还有高雄 段成玉秀 段老太太 还有 还有 很多的 企业界 对我的支援 所以呢 当然尤其感谢 这个 不具名的 神豪 对我的帮助 同时我要感谢我的 法界卫星电视台 黄丽淑董事长 也对我的厚爱 在我 落难到国外的时候 没有把我的 红法节目 拉下来 还继续让我在电视台 红法 这些这么多的贵人在支持我 这么多的 媒体界的 来 鼓励我 所以 我更应该站出来 我的人生 我说过 今年虽然是17岁的生日 但是 我发愿 我要 我将是未来在宗教界的一个先人掌 我将要突破万难 事实不弃 穷追不舍 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我一定要将我的 自在禅宗的理念 我的药师佛自在的生活法里面 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的自在法门里面 能够离苦得乐 共臣佛大 OK 好 你要许愿吧 许愿 好 刚才也许愿了嘛 对不对 好 来 红尘取经 万教为善 人人法喜 自在修行 吃饭配菜 随缘自在 心够八道 价够不作 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那个 好 吃饭配菜 随缘自在 我们也 吃饭配菜 随缘自在 心够八道 价够不作 耶 好 我们等一下蛋糕也让记者朋友一起分享 好 谢谢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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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分了 好 非常感谢 今天那法师还有什么要说明补充吗 真的没有任何补充了 我真的非常向各位媒体深深的一鞠躬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每一次不管大事小事都这么挺我 真的非常感谢 也感谢我的媒体经纪人 黔长玉小姐 现在是没有绝对没有负债 负债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负债 自创中派 全家和乐团圆了 是是啊 我的律师呢 律师去哪里 律师哦 可不可以讲两句话 律师啊 很多媒体都老是在做什么欠债的横述法师 现在我的律师他亲自帮我处理的很多事情 请说好不好 师傅现在没有欠债 这个律师的这个立场来帮这个 师傅作证 他现在没有欠债 谢谢 谢谢媒体 感谢 感谢中律师 我也要非常感谢 财道上的兄弟朋友 对我网开一面 对我非常优厚的条件之下 与中律师我们达成协议和解 也感谢道上的朋友 财道上的朋友放我一马 他们其实呢 我也在佛堂里面做法会 为他们祈福 也希望他们消灾严寿 这个随心埋怨 牛年大吉大利 牛转乾坤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行大运 所有的人都能够发大财 尤其是记者 新闻间的媒体 我感恩你们了 谢谢 感恩感恩 谢谢谢谢 那我们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感恩我的师兄弟 谢谢 请 多谢 多谢 大家想 多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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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不要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